大家好,我是大树 澳洲籍作家兼商人 而且是曾经为魔供效忠的中国人 被魔供以间谍罪打入地牢 被判死缓两年之刑 这是当下最震惊世界的大新闻 不知道呢 这是魔供对所谓的境外势力宣战呢 还是对境外所谓的反贼们宣战 又或是对魔供系统里的所谓的叛徒宣战 反正魔供对自己人是下足了狠手 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悲哀与不幸 那么这名被判刑的澳洲籍作家呢 叫杨军在中国出生 曾在中国的外交系统里面工作 但是魔供却不承认这一点 那么2002年陆及澳洲 那么杨军呢 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和美国政治的文学 他支持中国民主化 他甚至自称自己是民主小贩 那么在2019年1月的时候 他从纽约访中后呢 就被魔供给扣押了啊 后来呢 被控间谍罪就给关了起来 随即呢 就在2021年5月 就开始秘密判刑 一直未有结果 直到今年2月啊 汪文斌出来官宣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澳大利亚籍被告人杨军 间谍案一审公开宣判 认定杨军犯间谍罪 判处死刑 凡击两年执行 兵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人家辛苦了一辈子啊 为你魔供出生入死啊 结果他以间谍罪给人打入地牢 甚至呢 还来使缓 那如果杨军是间谍的话 你官宣时 你就应该堂堂正正的 拿出有利的证据 告诉鬼人啊 他是怎么样做的这些间谍活动 而且你为什么 你就不能公开审判呢 你非要秘密的把人判刑呢 所以啊 在我的理解和认知当中啊 一个罪犯 连基本的犯罪事实和陈述 都没有交代 就一口咬定 这个人是罪犯 那么谁判刑的 谁就是最大的政治犯啊 那么这里呢 我一直有个疑问啊 魔供如此倒车 先前抓了英国商人秘密判刑 现在呢 是澳洲华人被秘密判刑 之前呢 还有加拿大呀 美国的 那么这种操作 不仅是和世界宣战 与世界为敌 甚至呢 它会让外资再度恐慌 在红社会如此崩塌的经济时 再来这种操作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为什么魔供要这么倒车呢 而且啊 杨军作为一个曾经魔供的一员 还在外交部里工作 那么他不可能不知道 魔供在对人民和一己的迫害上 是极其残酷的 他怎么还敢在国外 发表一些所谓的反共言论后 再敢回国呢 那这点呢 是让我非常非常觉得奇怪的地方 所以呢 带着这种疑问啊 我们再看看他的妻子啊 他的妻子叫袁小亮啊 那大家一定非常熟悉这位女子啊 这个女的和司马南是齐名的啊 是非常出名的大五毛 他以前的言论呢 都是支持魔供专制的啊 又吊打民主啊 可是自己呢 却把孩子送到纽约读书啊 他有一个最争议的言论 那就是反美是工作 赴美是生活啊 所以后来啊 在其丈夫被关押时呢 他就有在媒体里哭诉自己家的遭遇啊 那当时呢 则引起了巨大的风波 网友嘲讽说呢 这个就是小粉红的下场 你再怎么爱魔供 那都是魔供的旗子啊 该抛弃时就抛弃 一夜之间让你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 那后来香港的明报呢 就透露说啊 他老公杨军啊 是江派的人 2016年11月啊 前中纪委副书记陈文青出任 中共国安部长时啊 找手改组国安部 并清洗成效忠江派的海外情报人员时 杨恒军啊 也就是杨军啊 这个是他真名啊 就属于被清理的一员之一 所以啊 看着这些资讯呢 我好像一下就明白了 这是魔供内部的清洗啊 杨军呢 在海外是民主小贩 而他老婆却是大五毛啊 这种割韭菜的操作 在我眼里 这就是伪装啊 至少说明 杨军的民主小贩身份啊 是有水分的 那么杨军和他老婆的操作 就是霍西尼啊 这个至少也说明 杨军是为魔供服务的 但是为魔供里面的谁收集情报和服务呢 如果杨军真的是江系的跟班 那么习八号就是向内部宣战 所以啊 我认为当下的魔供啊 极有可能是在团结派遣世界各地的特务啊 让他们对魔供头子必须绝对的效忠 否则呢 杨军还就是他们的下场 那这也凸显了魔供的内忧外患 党内大战依旧是不敢松懈的 习八号呢 想当皇帝 身边呢 却没有忠臣 习八号还重用魔供官员 甚至呢 任用大量心狠手辣的高官辅佐自己啊 其实呢 这已经是把刺客安插在了自己的身边 在断送自己的未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想象习八号会走多远 中国到底有没有未来 所以啊 如今杨军的这种重判 其实也是在告诉某群人啊 就像表面上看是大外宣 实质是某个派系派出来 想靠反习或吸尼的人 效忠魔供 不效习 下场就是杨军 我们就等着看戏啊 习的这波操作呢 实则是把某类特务 搞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甚至呢 会让他们不知所措 前进是死罪 后退呢 也是死罪 所以啊 这将是一盘 你死我活的赌局 他们就是在赌 习还能撑多久 当然呢 咱们也不能绝对的说 杨军就是魔供派出来的某个派系的特务 但是种种的疑点 就告诉我们 杨军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同时呢 他涉及了魔供的最根本利益 极有可能 就是反习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